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商蟹秀 他既是文昌星 又是年空王 所以对于神秘文化他也比较感兴趣 也讲了大运 特别是讲的是一个第一步大运 是商官大运 代表着聪明 然后逻辑四倍能力强 但是也代表不太听话 容易在家里挨打 不听父母的管束等等 然后再看一下未来的一个发展 我们讲过 这个是群比真才 如果用时商来卸笔节的话 时商特别是在地支 那么这个是代表技术专场手艺 如果是时商在天干的话 这个就代表口才了 因为天干主外 大家人人可见就是口才可能比较好 在地支的话就是主内秀 内秀的话就是主一个技术专场 有个技术专场 他不是像说话表达那样显露在外的 同时呢 这个人就会发现 时商他是比较旺的 时商比较旺 然后呢 我们说师神太旺了 也可能变成商官 再来上这个人天干笔节比较多 笔节又多才 他容易工作上 他就容易不太稳定 工作容易不太稳定 而且第一步大运就走商官 第一步大运对个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 第一步大运走商官的话 他就容易有这种叛逆性 容易有看不惯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会形成一个终身的影响 再加上天干笔节征才 最后呢 他就不会长久稳定一个岗位 他就容易换工作 然后呢 咱们知道2014年的时候 他是上了中专 然后接着就换大运换到耿武大运 耿武大运他就比较的好 为什么呢 首先来说要先天地支 地支是火旺 所以说这部大运主要的是以火为主 我们说过火并不算是寄生 现在来说他还算是一个用神 因为生在毕竟是生在深月嘛 无火可以暖局 可以旺身 可以调节这个阴阳平衡 天干的这个耿精呢 这个耿精人说 耿精坐在无火上 是不是耿精就被磕了 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消身多时 他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耿精坐在无火上 耿精是需要无火来锻炼的 特别是耿精以两个身经为根 他是非常非常旺的 结合到这个八字里面 他是非常旺的 当然在整在只看耿武大运 他是不旺的 但是结合到八字里面 以两个身经为根 他就很旺 很旺的话 他就可以时间地卸这些笔节 同时去生这个人水才行 人水才行 而且人水用耿精来生 而且又坐在身经上 这个财就比较旺 所以说呢 这部大运既利于他的学业 也利于事业 也利于财运 所以说 他在读书的这段时间里面 他在这种 因为他上学的时候 学书本身就偏刻嘛 比较喜欢理科呀数学呀 然后走了绩效之后 反而能够发过这个专场 他在这种 无论是石涛课呀 这种考试里面的这种石涛课呀 还是理论课呀 就他说基本都是满分 或者很少能够低于 这个95分以下 然后呢 当时说校长也很喜欢他 想让他留校任教 但是他就拒绝了 后来到了17年就是丁有年 丁有年他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他就要找工作 丁有的话 丁火呢 这是一个正印啊 有金呢 这是一个商官 这是一个商官配印 一般来说你毕业的话 如果你走商官留年的话 他就容易很多工作看不上 你可能自己也锋芒毕落 人家也看不上你 不太理由找工作 丁有正好是商官配印 反而就比较好 商官配印利贵人 对吧 而且呢 应兴也主工作嘛 他就比较容易找工作 所以说这几年他就上班 找了个工作 而且呢 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晋升了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快的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案例 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学业的分析 包括一开始参加工资的状况 我们呢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